为什么台积电能成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以至于它在高端芯片市场占比高达84% 有人说不就是因为它买了很多台EUV光合机吗 可是三星也有一样的机器 即便有了最先进的设备 也不代表厂商就一定能生产出最尖端的芯片 一说到代工厂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设计不是你的 技术不是你的 你只是个代工厂而已 所以大部分代工厂老板总筹划着去做自己的品牌 而芯片行业不一样 台积电能生存下来并且还做大做强 就是因为它只做晶圆代工 台积电的张忠谋曾说过 专注代工做芯片 绝不和客户抢生意 1987年台积电成立 首创了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 而在这之前 所有的半段的公司都是一个模式 从芯片设计到生产都是公司内部独立完成的 在这种模式下 其实大家都扛不住 首先就是贵 一座5纳米供应的晶圆厂 投资就要100亿美金左右 其次是速度 市场是顺心万变的 你家的军援厂还没有造好 人家的芯片就已经上市了 最后就是集成电路行业的技术十分复杂 就拿7纳米之成芯片来说 这相当于在1平方毫米的面移上 放上1.11根晶体管 在创业初期 台积电还是个小楼楼 就靠着创始人张周谋到处拉人看一道 而不对 是到处拉客户 老爷子凭借着在美国半导体行业 30多年的工作经验 再加上自身的人脉资源 拉来了英特尔高通的制造订单 这个生意算是开张了 都说创业难 手业更难 那台积电是如何称霸市场的 它无敌的秘籍就是良率 一块晶圆上可以切割出多颗芯片 而一颗芯片上集成了上百亿个晶体管 不可能一个都没有问题 能够生产出符合要求的芯片比例 就是良率 良率要高 不能生产一批产品 结果一半都用不了 良率高了才能控的成本 才有利润可赚 相关数据显示 台积电7纳米支撑良率 可以达到95%到98% 而三星这边就有60% 想要提高良率 就要做好EUV光合机的防征处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台积电首创了干式EUV光照解禁技术 不需要使用液体清洗 就可以快速去除落成 从而避免了液体残留和二次污染的风险 而且通过纳米级分析技术 还可以精准定位落成来源 从根本上排除了污染源 据悉台积电可以实现 在一台机器内每一万片晶圆爆片的落成数 从数百克接触到各为克数 落成率降低了99% 除了技术优势 台积电手里还有将王牌 那就是持有阿斯麦公司的大量股份 虽然阿斯麦高端光合机的产能有限 但台积电总能优先得到 目前台积电一共有80台EUV光合机 为了满足2纳米先进工艺的生产需求 台积电计划在今明两年 接受超过60台EUV光合机 投资总额超过123亿美元 庞大的光合机数量 就能保证产能 保证生产效率 量率高 成本低 再加上要跟阿斯麦关系铁 这让其他晶圆代工厂如何跟 台积电的发展创大 还因为它帮上大款 那就是苹果 2012年 台积电与苹果签下了第一份合同 两年后 上市的iPhone6 就搭载了台积电代工的芯片 2.21台的销量 开启了它的腾飞之路 以至于苹果的精灵对手 也搅了台积电代工 丰厚的利润 让台积电进入了 技术迭代的良性循环 截止到2024年8月 台积电市值高达8372亿美元 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 英特尔 高通 AMD 这三台公司的市值加在一起 才相当于台积电的一半 有句话怎么说来叫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话又说回来 1987年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年费 那一年56岁的张忠谋 在宝岛台湾创立了台积电 开启了晶圆代价工的新模式 同样在那一年 韩国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去世 45岁的李建锡拿过了接力棒 三星就在李建锡的带领下 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是三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在电子 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领域 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也还是在1987年 43岁的任正非在中国深圳 创办了华为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1987年 一个探机生命 咕咕坠地 多年之后的他 就坐在电脑面前 给大家做科普视频 喜欢的话点个赞吧